又到了八月暑假的 众多电视剧和综艺接种而来 扑面而来 狂卷而来 从一千零一夜到沿喜公里 从我家那小子到中餐厅 以前只能等在芒果台 面前守着还叔哥哥 现在各种好剧应急不暇 到底追哪步呢 让小编来为你分析分析 佟大为 刘诗诗 如果可以这样爱 如果可以这样爱 这部电视剧 改编作家千寻千寻的同名小说 由刘诗诗 佟大为宝建峰主演 是一部现代都市情感剧 主要讲述了一个桀骜不逊的 国际钢琴家耿末时 佟大为是 何时肆意洒脱了电台 主播白考儿 刘诗诗诗 之间的爱恨情求 尼尼 陈坤天圣长歌 陈坤和尼尼主演的电视剧 黄泉一天下 从年初到现在消息 一直不短 不过最后他们的名字也改编 成为天圣长歌被广电总局通过 这部剧也成为了备受期待 能够真正登上迎评的作品之一 尼尼和陈坤的演技自然不会说 他二人的颜值也很能打 这部剧定是很扬远 天圣长歌定当8月14日 在湖南台和爱奇艺播出 集数也足有70集 也是要突破过去最长集数的记录 该剧改编自天下闺原小说黄泉 讲述了天圣王朝 逆境皇子 宁毅和前朝皇族 一孤奉之威之间的步步为营 一一局全谋天下 博弈场爱恨起伏 在宫廷全谋故事 霍建华 周迅如意传 据台湾媒体报道 宫斗剧仍是观众最喜欢的剧 由甄嬛传原版制作团队 再次合力制作的古装大剧如意传 一直被受网友期待 但这部剧确实一波三折 一直未能定档 而近日 网上似乎也传出了关于这部剧的好消息 于8月14日上线 每周播出四集 如意传讲的是 沃拉与乾隆皇帝的婚姻历程 探讨的是帝后夫妇之间的相处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如意传里的如意 是言喜宫阅里的魏英诺 是后来玩猪哥哥里的令妃 这三个版本的令妃都有出入 不知道 网友更加喜欢哪个版本的令妃呢 杨阳 张天爱 武动乾坤 由张力指导 杨阳 张天爱 无尊 王立坤领先主演 根据白金集作家 天残土豆同名小说改编的 东方英雄传奇大剧 武动乾坤将于8月7日 也就是今晚正式登陆优户全网独播 讲述的是小镇家族不受宠的边缘子弟连洞 杨阳是经历无数艰难险阻 一步步战胜奸邪恶人 最终蜕变成长伟大英雄 并收获爱情和友情的热趣励志故事 从都市剧到宫斗剧 再到玄幻剧 各种电视剧任意选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